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掌握的情况 所以在之后的这些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西题有哪些 那么同样我们以大家比较熟悉的 你比如说选择题 判断题 填红题 包括我们的算法以及我们的编程 那么常规的类型给大家做一个复习 那么放在我们的第三个板块 那么第四个板块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如果真的是在考试中有这一张相应的例子 或相应的西题的话 我们怎么样来解这些题 那我们首先进到第三个板块 作为我们的西题提升篇 那么我们的第一类题呢是选择题 那么同学们呢跟我一块来看一下 主要是想梳理我们整个在第一章有关序论部分的所有的概念 那么在进行西题解题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讲的是分析的过程 大家在实际考试中可能用几秒钟 那么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给出了答案 那么这个答案要集中你的要害 它的要害就是考知道期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在分析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先给的答案紧接的留两点 他考大家什么 为什么选了这个题的答案 那我们来看第一道题 算法的计算量的大小称为计算得 我们知道作为计算量的大小 那么自然是衡量算法的优劣了 那么算法优劣呢 我们知道在整个数捷路这里面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复杂性 所以这道题应该是考虑我们的是 计算量的大小称作为算法的一个什么 复杂性 所以本期答案应该选的是 请看第二道题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取决于时间 考大家算法还是算法 那么算法的基本的特征有五个 算法的优劣的评价指标如果是一个空填的是复杂性 如果两个空我们应该填的是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 那么时间复杂度呢是指的这个算法在整个运行过程中 它所耗费的什么呢 计算量是一个工作量的一个衡量 那我们知道它与问题的规模有关 那么还与什么你比如说查找查第一和查最后一个那么它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也与我们在处理数据的处始状态有关 这也是算法时间复杂度取决的两个要素的一个基本概念 需要同学们记下来 所以本题答案应该选的是C 请看第三题 那么这道题呢是让大家找的是错误的 我们看一下我这已经好像是给了一个答案 让大家去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说的是错误 我们看一下还是有关算法 找错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那么好在本题我们可以看到它是ABCD单选题里面去选择 那我们看看错误的题 那么在本题中呢 它是这么说的 那么算法一 原地工作的含义是指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辅助空间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大家考试中需要额外去记得一个指点 算法除了有定义 算法有特征 算法有评价的指标之外 我们对算法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原地工作 什么叫算法原地工作 它的正确的概念说的就是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辅助空间 这个是它的定义 所以是正确的 如果一是正确的 很显然ABC的刨书法的话 答案只剩下一个道路 所以本题答案选的是B 那么我们选对了答案 那我还没知道为什么选了它 三四是错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二三四 二说的是相同的规模下复杂做ON的算法在时间上总是优于 二这个N的算法 这个是我们写法上有点问题 实际上应该是二的N次方 我们把右下角给大家忽略了 那么作为ON 那么它的时间很显然要优于二的N次方的算法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三和四到底创作 三说的是所谓时间复杂度是在最坏情况下 估计算法执行时间的一个上届 说到这老师要提醒大家两点 时间复杂度呢 是的确说的是一个算法 它所刚才我们说花费的一个时间 但是由于算法时间都在评价过程中 跟计算机的性能有关 跟众多的因素有关 所以在我们这本教材中给我们明确指出来了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一个古迹指 是我们在对一个算法 它所执行的工作量上面给的一个事前古迹 并不是它真正执行的时候 因为它执行的时候与计算机性能有关 我可以拿一个好的机子 打败任何一个性能不好的一个计算机 但是它算法不一定是最优的 为此三我们说不是我们所做的 同时也给大家说明的是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在衡量的时候 常用的办法是一个古迹指 而且是一个事前古迹 第四同一个算法 实现语言的级别越高 执行效率就越低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 我们常常说 机器语言是要比我们的汇变语言相对来说 语言上也是低了 那么效率应该是高了 那么汇变语言比我们的高级语言 C语言 PASC 语言要高 但是在今天 我们面对的更多包装 或者是组合之后的一些 更高级的一些语言 它们效率也不是低的 所以这种相对太绝对的话 在我们计算机中都不是正确的答案 因而三十为错 所以总结答案选的是道理的 好 刚才呢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也给他说了一下 原理工作指的是需要的辅助空间是一个长处 它与我们的规模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一点 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辅助空间 那么这是一个长处值 与数据的初始态呢 我们说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本题答案呢 刚才我们说的选的是三和四 那么下面呢 关于算法说法错误的是哪一个 早错 那么由于呢 本题呢其实主要是作为CD给大家练习 可能会多 那有一些是非单选题也放在这里面了 主要是考大家对基本概念的一个掌握 所以当你拿到这套题 那么同学们自己来看一下 我已经对算法做了一些说明 你能够选出错误的是哪一个吗 A说的是 算法最终必须有计算机成绩实现 其实我已经告诉了大家 太绝对了肯定是应该是有问题的 那么B说的是 为解决某问题的算法 同为该问题编写程序 含义是相同的算法和程序 不是一回事 C说的算法的可行性是指 指令不能有二一性 实际上二一性指的是它的确定性 而不是它的可行性 所以以上这几个都应该是错误的 所以本题 那么说法错误的应该是 答案我们选的是倒了 而第五题 算法指的是什么 它必须由这哪些特性 算法实际上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步骤序列 这里面一定要加的是步骤或者是有限的步骤序列 本题答案应该选择是五的是第一问 应该选择是C 它必须具备的三个特性 实际上是五个特性 那么同学们告诉我 缺了哪两个吗 零个或零个以上的输入 至少一个以上的输出 那么除了之外 还有三个特性 我们在这要找 我看到有可行性 确定性 有穷性 那么这是我们正确 必须要背下来的 所以答案只能选的是报案 可行性 确定性 和有穷性 第一个问题 一个算法应该是 刚才已经问我大家 很显然本题答案应该选的是报案 问题求解步骤的 有限的一个描述过程 所以等题为报案 第七 以下与数据存储结构 无关的术语是什么 好 这里面有两个概念 需要给大家说明 第一 存储结构 在第一章里面 我们说了什么数结构 它等于逻辑结构 加存储结构 加操作 那么存储结构 是存在计算机里面的 那么是以我们计算机 存储方式有关的 循环对列 自然是指的是一种 存放的一种结构 是把我们的对列 以循环的存储结构 进行存放的 链表 是一种链式来存放线性表 哈信表 我们说它也是一种存储结构 是我们四种存储结构 之一 分别为顺序存储 辨识存储 和哈信存储 那么同意我们还记得最后一个吗 叫缩影存储 那么因此 与存储结构无关的 只能是站 站 大家注意一下 是我们在介绍 线性结构里面的第二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叫线性表 它是最简单的一种线性结构 那么为了了解好我们的线性结构 我们分别用了三张去讲解 哪三张 第一是线性表 它是最简单的线性结构 第二就是站和对列 它是最常用的线性结构 如果同意们还记得 还有谁呢 广义表和串 那么他们在广义上也是一种线性结构 所以这些都是逻辑上画在纸上面的 我们称作为逻辑结构 因此它与存储结构无关 所以决定答案应该选的是道个 所以在这我们又给同学们解释了一下 请同学们自己也去来看一下 循环队列是顺取存储 来表示首尾相连的一个队列 链表是练式存储结构 站呢 我们说是抽象性物类型 它的存储结构可以选择 顺取存储 练式存储 还可以是缩影和 我们的散链 这四种都可以 但是在数据结构这门课程中 我们让大家要掌握的是 顺取存储和练式存储 第八 从逻辑上 这给了大家一个提示 把数据结构分威 那我问大家 如果说准确 这要提考大家的考点是 逻辑结构有哪些类型 是不是 我们说过有四种 好像没有呀 老师 那么我们说四种的一个 集合组合在一块可以化成两类 还记得哪两类吗 非常好 现形结构和非现形结构 所以本期大家应该选的是C 如果我问大家 数据结构在逻辑上划分为四类 还记得哪四类吗 集合现形结构 数十图习 好 请看大家的第九题 一下数据结构中 哪一个是现形结构 看清题 本题问大家的是现形结构 有两个界定数语 第一个界定数语 他应该问的是逻辑结构 第二个是逻辑结构 四类里面的线性结构 那么请我们看一下 首先二叉数是个数 我们再看一下 吸数矩正是个矩正 那么它是什么呢 只不过说非零元素比较少 零元素比较多的一个 我们说矩正 由于在矩正中 每一个元素 它的前驱 我们看一下 不止一个 它的后继也不止一个 因而矩正不是一种现形结构 其实在这 老师回答大家的第二个问题了 那么第一 我想说的是考大家的是螺结构 我又想说的是考逻辑结构中的 四类之一的现形结构 我怎么知道它是现形结构 它的最大特点是前驱一个 后继一个 所以二叉数 或者我们说吸数矩正 BC不是答案 答案在A和Dog里面选 我想同学们一定不会漏掉的是Dog 问题是还要选一个A 我刚才已经提示过大家 在整个我们这本教材 也就是我们严老师给的这本教材中 我们在整个现形结构的讲解中 是用三张来包围它的 分别是我们最简单的现形表 最常用的站和队列 以及我们扩展意义下的广义表和串 所以本期答案应该选的是A和Dog 好 请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答案 我们看下一条题 这道题考大家的是非现形结构 同样按照刚才的思维 非现形结构应该是两大类 分别是数和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本题中 那么按照刚才老师所说的 那就排出法了 A和D是这样的对的 应该属于现形结构 那么不是现形结构的应该是二叉数 那么还有一个堆 堆我敢不敢画呢 敢 为什么 堆本身就是一棵树 还记得吗 那么实际上它是个完全二叉数 它跟我们C是同对同错的答案 那么在一个问题里面 同对同错应该都是你的答案 所以本题答案应该选的是C和D 好 我们来看第十一题 这道题考大家什么呢 在下列成绩段中 对X的复制语句的频度是多少 对X的频度是多少 在这 因为同学可能会说 这个语句我好像不太熟呀 是 你们不太熟 它是一个pass语言 大家把这种语言可以理解成是 伪C语言 那么也就是说 看起来像C又不再像C的语言 你也要有基本的一个 把握的一个能力 因为我们在整个考试中 并没有要求大家上机去做 所以每道题呢 它甚至可以用自然语言来描述自己的一个思想 你都应该知道它的算法的一个优劣 它的一个时间复杂度或是一个频度 本题中很显然两个循环变量 分别是外循环为I内循环为界 外循环I呢 它是1到N 内循环是1到N 是一个双循环的执行语句中 那么它的循环体为X的有X加1的一条语句 那么如果是我问大家 外循环为取一个值 内循环完成走一遍 外循环会有N个 内循环呢 也有N次 也就是说 它的内循环呢 要加N 那么加一次 我们说加N 一共加了多少个N呢 那么有N个N 所以本题答案自然应该是N的平方 所以本题选择是C 好 先外后内内外循环 共执行的次数为N乘N为N平方 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题 那么这道题 我们应该说跟第十一题的问法是一样的 那么一样是有一个成绩 成绩给了大家 准确叫成绩多少 他说N是一个正绩数 则最后一条语句的频度 在最坏的情况下应该是多少 最后一行的语句 在最坏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同样 跟刚才出现的问题一样了 我也不熟悉这个语言呀 那么但是我还是能看起来 它是负负语句加义符 那么在负负义符里面 是一个双循环 外循环是N-1 到1 是由大到小的一个外循环 控住我们的I 内循环是G1到I 如果A界 大有A界加1的话 那么就交换 最坏的情况下应该是这条语句 每次都执行 也就是说我们的衣服始终为真 那么让这条语一直在执行 那么我问大家 那么如果一直执行一个内循环 自然是我们整个的双循环的内循环的执行次数 为它的最坏情况下的一致频度 一个双循环的内循环执行次数是多少呢 外循环先执行内循环后执行 外循环没取一个指令 内循环要完整的走一圈 我们可以看到外循环的取值 那么在本题中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取值应该是 很显然外循环是1到n-1 是一个近似为n 那么它没取一个值 内循环是1到n-1 下次1到n-2 一直1到1 让大家看一下 整个的次数应该是 1加2加3 一直加到 我们内循环的执行 那么当它是1的时候1到1 当它是n-1的时候 它要执行的是1到n-1 是不是应该是1到n-1 一个一个合样 那么很显然 在时间评 时间复杂度下面 如果用的是大欧法的话 是个近似值 因为它的取值是2分之 上级加下级成高 除于2它整个次数 所以本地答应该是 n-1的平方 那么我们说一下 在我们这个 给大家选择题里面 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PVT一旺完 可以看到这个右上角 能上标呢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说 没有上去 这个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 实际上它是n的三四方 n的二四方 很显然本体是双循环 那么因此它的频度 应该是大欧法下 大家也能猜出来 应该是n平方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是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答案 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答案 其实还给了大家一个技巧 如果通用数据的话 在自己的内循环中 将前后两个元素进行比较 它是排序 而且是冒破法 冒破法最坏的 它的时间复杂都就是n的平方 先画上大家注意一下啊 就行了 那么最好情况还记得吗 是n倍的道 为二为的 但是它基本上 我们说平均和最坏都是n的平方 所以本体答案也是道个 又说做一道题呢 我们来次于做这道题的信息可以很多 我可以去非常 刚刚我们说 普实的去分析这道题 我也可以用我已经有的知识点 来很快的抓住这道题考什么 来选择我们四个答案里面的一个答案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来呢 是到了我们的判断期 那判断期呢 是让我们做一个对错的一个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这五道题 第一道题 数据元素是数据的最小单位 那么如果通用 能卡住的话 考大家的是我们的第一章训论部分的第二个知识点 就是基本概念和数理了 那么我们知道 在整个数据结构里面 有两个基本概念 一个是最小单位 还有一个是基本单位 数据元素是我们每一行上 它包含了若干的例 也包含了若干的字段 我们称作为一行 称作为一个元素 称作为一个数据节点 它是我们数据结构 处理问题的基本单位 而不是最小单位 所以叫做这个答案是错的 记录是数据处理的最小单位 这里面又问了大家 什么是每靠的记录呢 记录是每一行 说到行 大家马上想了 它就是数据元素 既然是数据元素 它就应该是基本单位 而不是最小单位 所以它也是错的 那么现在两个都是错之后 我想问大家 什么是数据结构处理问题中的最小单位 数据项 我们叫data item 而不是data element 而且大家看下第三题 数据的逻辑结构 当然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数据 各个数据项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表面上看 非常吻合我们的定义 定义也是这样给的 所以稍微初心同学就忘了一点点 它是错的 请问大家为什么错的 非常好在这儿 在我们定义中是给出的逻辑结构 是每一行 行和行之间的逻辑关系 行是什么 行是完整的一个数据元素 行是什么 行是完整的一个记录 所以它不是某一列之间的关系 因而在这里上 不应该是数据项之间 应该是数据元素 或者是记录之间 所以本期答案也是错的 请大家看第四题 算法优劣和描述语言没有关系 这个说的是对的 但是与所用的计算机有关 与所有的计算机也没有关系 这是我们在进行的算法优劣评价的时候 我们事先就已经说过了 它是事前古计法 没有放到计算机去运行的 所以计算机也没有关系的 请大家看第五题 鉴调的算法不会因非法的输入而出现莫名其妙的状态 这个语言它说的多么 在我们计算机里面最喜欢听的就这句话 不会因为一个误操作 也不会因为你乱挑了一个键 让一个程序就死机了 也不会让你电脑就崩了 这就是我们真正所谓的算法的一个健状 或者叫炉爆 你好 这条题 大家看一下应该选的是对的 因为它非常客观地说了这个 像这种我们说 它具有我们说把我们的算法 有一个刚容了 非常正面去描述的语句 不要太绝对 应该都是正确的 好 请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说的几个问题 数据的最小单位是数据项 而数据处理的最小单位呢 我们刚才说的 是要用的是数据元素 所以数据的存储和数据的处理是有区别的 请大家看一下下面的这几道题 第六题 算法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描述 这个没问题 如果用四语言等高语言描述的话 算法实际上就是程序 那我们知道它跟成绩还是有区别的 算法实际上是不允许我们说是无穷的 而实际上一个成绩是可以死死循环的 两者之间是没有画等号的 所以六错的话 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七肯定错了 另外七在用语上也是有一个一定 也是出错的 基本上第八题 数据的物理结构是指数据在计算机内的实际存储形式 好刚才给了一个逻辑结构的定义 那么在这我们做两个说明 第一物理结构又叫存储结构 第二点 不管是物理结构也好存储结构 它们都是在计算机内的实际存放形式 这个是非常重要 是它的定义 那么我们也希望同学们在看这个题的时候 把它定义再熟悉掉 第九题 数据结构的抽象 抽象操作的定义 与具体的实现有关 好 讲到这 就是讲到我们的 在进行数据结构的 逻辑结构 存储结构和操作的 说明的时候 我们强调过 那么不管是哪一种操作 对于我们抽象问题的 就是在我们原有问题中 进行一个抽象之后 它们都跟你具体的实验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具体答案也是 好 请大家看 数据的结构的抽象定义 是与具体的实验是没有关系的 好 我们请看一下 下面这一组的 它的一个选择 那么这一组题呢 它在给我们考核大家的 还是 我们可以看到 是存储结构呀 问题结构是基本概念 它选出的这些题 考大家 就是想让你能够把数据结构 它的定义 数据结构中的基本术语和概念 那么要用清楚的 其他地实体 在顺序存储结构中 有时也存储数据结构中 数据结构中的元素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说错 我又能给出我一个理由吗 错 只要说一个理由就行了 对 它必须所有的排错都得排出去 所以说对很难 但说错还是比较容易的 是不是 那能给我一个吗 没点好 我们知道 税序存储结构中只存了它们数据的节点值 没有存关系 原因是它的关系是靠相邻的位置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没有显示的把它的关系像我们的NEX一样指针把它指出来 因为它前后的关系 那么我们说就在它位置上就已经决定了 第十一 顺序存储的优点是存储密度大 且插入删除效率高 好 这里告诉大家 为什么学了顺序存储结构 我们还要学练识 那么顺序的优点的确是前一块是对的 而恰恰它插入删除的效率低 我们才学习了练识存储 提款第十二 数据结构的基本操作的设计 最重要准的是实现应用程序和存储结构的独立 也就是说我存储结构发生变化了 我的应用程序不能改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原来是存在我的硬盘上 那么由于数量的增加 我现在要把它放在私有云上 放在云端 那我问大家 你的程序要改吗 那当然不要改啊 我们希望应用程序跟存储结构之间是一个隔离的 那么这样子随着我的 刚才我们说存储结构发生变化 让我的程序依然可以去用 那么这是我们对于算法的一个要求 所以那么在整个这个题里面 第十二题是我们的一个希望 它也是正确的 第十三 请大家看一下 数据逻辑结构 说明数据元素之间的顺序关系 它依赖于计算机的存储结构 前面还对的 后半都对了 因为我们说过的 逻辑结构是画在纸上面的 它表示了我们数据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存到计算机里面 我们说计算机存储实际上它是一个线性的 是个一维的 因此无论是数也好 图也好 我们选择了不同的存储结构 把它存在了我们内存里面 那么这时候 你比如数 它不具备我们说的一对多的这种存储结构 那么但是在逻辑上 它是一对多 对图是多对多 而实际上映射到我们的计算机的存储结构 它要么用的是吸收矩正 要么用的是我们说 链接表 要么就用的我们的链接去用 所以说呢 它是不依赖我们计算机的存储结构的 所以这个也是错的 好 刚才我们完成了一组 是我们的判断题 就是我们的判断